水圍和沙咀、上沙、下沙 都統稱為三沙一水 這裡有深圳巴提瓦之稱 也是知名的紅燈區 這裡有各式各藥的休閒會所 足療按摩店、髮型屋、酒吧、 歌舞廳、夜總會燈消費場所 因為這裡鄰近口岸區 加上許多原居民都是香港人 來這裡尋寬作樂的都是以港人為主 水環四壁、圍昌萬年 是水圍村的由來 而擁有六百多年歷史的龍秋古井和老用樹 也是水圍村的地標 同時也見證著這個地方的變遷 而在黃江公園一街向南行 就會來到重金改造的1368文化街區 由十一條中環交錯的街 行經過重新整理 以莊氏祖先、莊周公、莊芯公、蒙齋公、敬德公 進行命名 充滿歲月的痕跡、生活的故事 以及城市新舊文化的融合 1368文化街區 由地下至二樓是雙舖 三樓以上是人才公寓 是全國首個由握手樓改造而成的人才保障房社區 深圳青年房卡計劃首個落地項目 而街區擁有71個各具特色的雙舖 呈現一點一景、一鋪一眉 將顯出藝術感、悠閒氣息、小知情調 慢慢變成網紅打卡熱點 風魔粵港澳大灣區 這邊大概是幾多年我不記得 大概都有六、七年了 然後這附近大部份都是香港人 因為疫情期間現在我們留下一些熟客多些 這個大哥也是我們一個熟客來的 由我一開張就抱上去到現在 是 是 今天都過來玩 這裏是三六八街區 現在目前是水圍最旺的地方 有吃街、有酒吧街 大部份都是香港人 因為現在疫情 所以都是熟客和我們中國人 多些 外國人都有 很多外國人都來這裡玩 為什麼裡面有這麼多外國人 因為我們這裏都有一個外語學校 有一個外語學校 所以有很多外國人都來這裡玩 明白 這些是酒吧街 嗯 改革開放前 水圍村只是一個普通的小村 作為深圳城中村改造先行先試者 水圍人從此個別小龍的身份 轉變成城市的居民 經過三十年的磨練 這一座城中村 逐漸變成深圳的中心區 即是好像香港的旺角一樣 這裡一應俱全的設施 展現出水圍村的千枝百態 雖然疫情令到這裡失去了 往日的繁華和圈鬧 但隨著深港兩地通關 相信水圍村很快就可以 好像以前一樣 恢復往日的繁華